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BIKING 機車資訊網 購車指南 我是小三 對大多數人來說 SUG-DAD就是簡單的代步工具 但是對於喜歡機車人來說 只要用對方式 你一樣可以從中去感受到性能操控所帶來的樂趣 今天我們所要介紹的 就是一輛擁有強健體質 重視操控與性能 並且在最新版本之中 還特別針對自動能力來強化的運動型SUG-DAD 光揚RACING S150 BRAMBO 賽道版 直接以RACING 競賽之意來命名的RACING S 在車款定位上 毫無疑問的就是一台重視運動與操控的車輛 所以在外觀造型上 RACING S透過線條尖銳 並且極附侵略感的雙銀眼頭燈 和LED定位燈組 和充滿力道感的車殼相結合 創造出了有別於傳統SUG-DAD的強勢風格 而在椅墊前端下方 直接露出的液壓成型車架 不僅是RACING S 沉穩操控的關鍵所在 也讓整體的戰鬥氛圍變得更加濃厚 上揚而且緊湊 精煉的尾部造型 則是和狂野的頭部相呼應 塑造出了更強烈的車款性格 目前RACING S150 Brembo賽道版 共計提供了太空灰、珍珠白、瓶光銀等三種配色 乍看之下 可能會覺得有點大膽過於前衛了 但實際上 我認為這樣的設計 其實非常符合Brembo賽道版 所追求的運動風格 配備部分 RACING S的頭燈是採用H17 35W的燈具 遠近燈都是雙邊同時開啟 提供騎士所需要的夜間照明 造型獨特、風力的尾燈組 以及採用分離式設計的後方向燈 和位在龍頭兩側的前方向燈 這都是使用LED燈具 多個區塊的異級螢幕 除了可以提供清楚、好判讀的行車資訊以外 具備導航、來電通知、更換桌布等進階功能的Noodle系統 只是可以讓騎士透過聰明的新科技 取得更便利的輔助資訊 另外 可以通過中控所開啟的彈出式油箱蓋 可以吊掛物品的長型掛鉤 已經可以放進600CC寶特瓶的前置物空間 和方便我們隨時補充電力的USB充電簿 還有能夠放進3 4 安全帽 和全罩式安全帽的大型置物車廂 這些一般SUGDA所應有的便利性配備 RACING S Brembo賽道版 一樣都沒漏掉 一樣都可以帶給你很充足的使用性 重點是 RACING S Brembo賽道版 在前輪自動上 導入的深受全球機車騎士信賴 在各級別競賽各種高階車款上 都擁有高能見度 性能和造型都相當出色的意大利自動品牌 Brembo 的對象是活塞卡鉗 在搭配上 前後雙疊系統 以及33mm的前叉 和招牌的雙槍後披震器 為追求運動能力的SUGDA玩家 帶來了更有魅力與樂趣的操控表現 另外 RACING S Brembo賽道版 採用的是 健大的K702輪胎 前輪尺寸是11070 後輪是12070 前後都採用12吋的輪框 車體的整備重量是128公斤 跨座上車 比我176公分的身高 我可以很輕鬆的雙腳同時平放貼地 它的自腳性表現是很親民的 把腳放回來 坐上車之後我們會發現 它的椅墊空間雖然並不算特別的大 但是對應到我的大屁股來說 還算是充足 坐起來剛剛好 不會有很明顯的壓迫感或不舒適 而且因為椅墊它的泡面彈性設定的適中 所以不管是前座還是後座 坐起來都是蠻舒服的 我們這次所介紹的光陽Resinx 150 Brainboard賽道版 它所使用的是氣冷式形成單缸 SOHC4V的引擎 實際排氣量是149cc 搭配VVCS可變氣門技術 使用CPT傳動 符合台灣七期環保法規 根據官方所公布的數據 Resinx Brainboard賽道版 1公升汽油可以跑41.9公里 是屬於台灣能源效率4級的車款 實際騎乘上路 Resinx的動力甜蜜點 是從中速域展開 尤其是在轉速攀升起來以後 騎士可以很明確地 去感受到它紮實的動力 並且去體驗 進入高速區段之後的延伸感 它的動力設定 是屬於穩健線線的輸出 這樣的特質 對應到由易壓成型車架 和大輕巧設定 所營造出來的優良操控 以及Brembo對視卡前 所帶來的強大自動力 不只可以讓騎士 在各種環境之下 都能夠獲得安心 易控的超價特質 也可以將整體的騎乘感受再次升級 獲得水準之上的駕駛樂趣 目前 光陽Resinx 150 Brembo賽道版的建議售價 是99800元 不含排險 實際的售價 請以全台各地的光陽經銷據點為準 近期的相關購車方案 我們也會以文字的形式 放在影片說明欄中 給大家做參考 總結來說 光陽Resinx 150 Brembo賽道版 就是透過高階的自動配備 讓原本在性能操控 就廣受好評的Resinx 獲得再次的進化 所以如果你也是喜歡追求運動器 你喜歡享受操控樂趣的話 那麼新的Resinx 150 Brembo賽道版 一定會非常合你的胃口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Bike in 機車資訊網 所帶來的新車介紹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點贊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三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